所以说很明显 家人们这个哈马斯还是太温柔了 还是太温柔了 大日本帝国提的时候还得嘻嘻哈哈 所以在我这个班上你们可以成绩不好 但我绝不允许我们班出现同样内外的人 我希望大家记住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跟各位分享到一名爱国留学生 假冒自己是以色列的留学生 对不对 还说什么 中共大使一直很关心咱们 中国航班从来没停运过对吧 结果该来的还是来了 这名留学生不仅被当地以色列留学生群揪出来 这人根本不在以色列 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之外 这名假冒的粉红在小红书上的ID叫做 阿美有大脸 我们可以看到哈 他的IP位置在北京 下面写了一大串什么 自己是以色列的留学生啊 爱党爱国啊 随在远方嫌弃祖国之类的 问题是你根本就还在所谓的祖国嘛 家人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留学生阿美 今天在宿舍楼的防控洞里面 首先我现在身处耶路撒冷 几次呢我们中国的大使馆 不断的在群里面安抚我们的情绪 结果他把自己很多到以色列旅游的影片 都给删除下架了 我不知道你意欲何为啦 那很多人就说他不是去留学了 他只是去以色列那边旅游 然后把这个变成他一个 所谓的留学经过 然后装逼给大家看 只留一个帮中共洗地的影片在板上 他曾经找过一些以色列的留学生 想要一起拍造假影片啊 还指定要去防空痛拍哦 结果被拒绝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 来这个小美他说 可以给我拍点防空洞视频吗 横的竖的都可以非常感谢 诶请问你在耶路撒冷吗 我不在 我在实习 那你抖音咋拍的 哎呀我是以色列博主嘛 这么大的事必须得拍呀 话也不敢说明对吧 然后就有人说 诶你不是在北京发布的吗 根本不在以色列呀 很明显嘛 他就是想找以色列的那些留学生 拍影片带风向 让大家觉得以色列非常可怕 然后祖国派飞机 把他们接回去了 中国暖心没想到在以色列的中国人 通通都不想配合 因为中国真的没有派专机来接送 之外 中国大使啊 还有中共领事啊 他们全部都在互踢皮球 都在骂他们 还说 你敢在群里在发言 要我们撤侨 要我们救援 你试试看 对吧 这个昨天的影片 我们都揭露过这些截图了 好 那暖心的是什么呢 这个阿美有大脸啊 在发影片的头三天 还被之家小粉红举报 痛批是以色列间谍 为什么 因为他的皮肤看起来 有点又黑又黑的嘛 然后小粉红就说 他是以色列混血中国的汉奸 想要骗我们中国人 我要给你举报 这就是所谓的底层户害啊 所以为什么我以前做很多很多 那种小粉红的影片系列 他们都说 890找演员吧 我要去举报 不然你让我上节目 结果他上节目之后 又被新的小粉红质疑他是演员 这是一个死循环 都是粉红逻辑啊 我没有办法去证明 我到底是不是情演员 因为我找了一个一个一个 他们这些人都会被 下一个粉红说他是演员 你知道吗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张啊 贴瓦砖的放宫洞 多少钱一个月 实际上他在厕所拍的 他在拉屎 知道了 又想说厉害了我的国事吧 不过你为什么在北京拍呢 没人愿意跟他一起说话 他只能自己拍啦 北京什么时候成了耶路撒人 这输得好啊 与其说自己在耶路撒人 不如说北京就是耶路撒人 大家也不用纠结他 他地点是不是在哪哪哪 你们这个爱国大V司马南啊 他不是说他人在北京吗 然后他公布他的地址 结果有粉红啊 沿着这个地址去找 结果是北京的公厕 这个影片我们去年有分享过 对不对 特别的搞笑 同学我也先去备案了 你求神拜佛 千万不要立案成功 火了火了 上国际大新闻了 中国人不变中国人的忧 你在网上火了 大家都提醒你换一下IP 赶换IP 回头就可以举报他爬梯子 就是翻墙啦 你应该改名为 阿美臭不要脸 他删了好几个影片 只保留这个影片 他是在尾巴冲突之前 来以色列旅游的 目前他肯定不在以色列 他的IP在北京 西班牙同学也是假的 他根本不是留学生 他在我们留学生群里 根本就没有他 我们群里有同学揭发他 他是拜托我们拍影片 然后给他发布 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他 他就是一个蠢蠢骗流量的人 中国常干这种事情 这不是小粉红的特例独行 很多中国当官的这个 也都是在洗脑 或是没有这个脑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 听说美日英 都有很繁华的地方 叫唐人街 于是河南的领导 就在郑州市 也弄了一个唐人街 你在都是 所有的华人唐人的地方 在弄一个唐人街的意义在哪里 你这不说明了吗 美日英都有一个 属于中国人的中国城 但是俄罗斯 叙利亚巴勒斯坦没有中国城 我觉得这个这个 这是今天我看到最 无言以对的 更暖心的是什么 当地以色列中国留学生都在呛 中共不派专机撤侨对吧 还要自己买机票 这几天炒到一两万块人民币 最高到三万五千块人民币 人家印度欧美 大部分是免费撤侨 或是象征性收点费用对吧 像是14号 韩国免费撤侨专机 撤了163名韩国人到首尔 还一同让51名日本人跟6名新加坡人登机撤侨 相对日本在这点就做得非常不好 日本15日才派撤侨专机 而且还要收三万日币 大概就是六千块左右的台币的撤侨费 还只能撤到杜拜 不是撤回日本国内哦 那这一点就被日本网民给骂爆 但是小粉红羡慕到哭死哎 日本起码撤侨到没有战活的地方 收取了1464块人民币 结果中国留学生呢 大使馆不闻不问还呛他们不准再讲话了 还没有派专机专车接送 因为以色列现在这个公车停运啊 计程车也不太懒得到 那还要自己买机票 一到两万块人民币才能离开 机场在首都外六七十公里 请问要徒步走过去还是怎么样呢 而且这个费用对留学生来说是非常昂贵的 这个年代也不是说所有留学生 都是赵家人才能出国留学对吧 毕竟那个地方又不是美国 或是英国的什么首府大学 那韩国是直接免费 你叫小粉红怎么能够接受 这两个小国做出了大国风范的标准 还有中国下面那个印度 他本身就是大国了 所以他做出大国风范很正常吧 那中国天天在骂这三个国家对不对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周边的国家 都被中国跟小粉红取了特别的名字对不对 那小粉红常说勿忘国使勿忘国使 韩国同样在历史上被日本入侵过 日韩两国也有相当严重的矛盾 历史矛盾也在 但是在面对危难的时候 日韩两国可以携手合作 你看过韩国人跑到日本在那边大闹 举韩国的国西 武统日本 没有 但是我看到小粉红都在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人家韩国啊 跟中国有一样被日本入侵的历史 但是人家韩国的飞机 没带上你们中国人 而是带日本人 印度也也没有带你中国人 即便是撤侨到杜拜的日本专机 也没有带上你中国人 你就知道中国在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真正的朋友 还是都只是政治上的斗争与利益 而是什么让日本还有韩国 在这几年啊 更加团结在一起 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叫做中国 还有这篇搞笑的报道 中国坚守以色列 至今仍未撤侨 你这搞笑 你坚守什么 你中国是宣布加入抵御哈马斯了 还是宣布加入抵抗以色列了 你坚守什么啊 你看你国肉身还在墙内的粉 继续在帮中共洗地 这次我估计国家方面组织撤侨几率不大 很简单 以色列政府对中国的发言不满 不配合撤侨 包机不太可能 面对飞机 如果给你来个屋炸 怎么办 军舰也是不太可能 以色列不会让中国军舰靠近海岸的 而且美帝航母也已经在地中海了 所以你怕了还是怂了 中国打遍世界无敌手 你们以前都敢打八国联军 现在这个算什么 但看好些国家都在撤侨 感觉冲突很难短时间结束 在意的中国人 能走了就尽量自己走吧 不知道要讲什么 接着带大家来看一下 粉红是怎么在墙内洗脑中国人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说很明显 家人们啊 这个哈马斯 还是太温柔了 还是太温柔了 你觉得当年世界人民 面对血在血肠的那个 这个纳粹 法西斯 日本军国主义 该怎么报复 现在的以色列 不就是犹太版的纳粹吗 还有军国主义吗 对不对 只不过啥呀 这场冲突 家人们 彻底撕下了 以色列军事力量 什么先进的强大 这个话题 七个城镇的渗透 无人机海的攻击 家人们 火箭炭 饱和轰炸呀 让什么 以色列铁穷防空系统 成了皇帝的新衣 现在的以色列国防 家人们 真的是一座 四面漏风的破房子 就差有一个人踹一脚了 对不对 我怎么感觉 你在说中国四面漏风 只差美国踹一脚了 我看到他讲这个言论 我真的觉得非常惋惜呀 2020年 中国率先特色管理 在这个世界上 对吧 也是从你这个地方先开始的 然后影响到全世界 那个时候 不仅日本人 在帮中国人祈祷 祷告 募物资 以色列人也在哭墙 为中国祈祷祈福 结果你看现在粉红在干嘛 呛日本 呛以色列 呛犹太人 不值得啊 把那份同情跟温柔留给 与你平等 善待你们的国家跟民族吧 而且这名粉红说 哈马斯太温柔 以色列是纳粹 最近中国不是出了一个 什么 当孔夫子 遇见 马克思 然后下面就有很多人留言说 我比较想看到的是当孔夫子遇到哈马斯 还有马克思他们三个人坐下来一起来聊聊 什么叫做中国的事 还有一个 还少一个 还少一个 塔利班 还有那个叙利亚的 叙利亚的那个总统 一起来 一起来聊 还有金正恩 还有普丁 大家一起来聊 大家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和平的组织跟和平的国家 他说哈马斯很温柔 以色列是纳粹 那我问一下 为什么中国的记者都在以色列控制的疆土报道跟采访 回答我 为什么不是去哈马斯控制的地方报道与采访 你不是说以色列都是纳粹 你敢在纳粹的领土上去抹黑纳粹 可见你明明知道谁是恐怖的 谁是不恐怖的 谁会保护你 谁不讲道理嘛 信召不宣马 后面更扯 军忙一个 还有脸贴什么国际观察 说以色列军力是假的是国王的心意 你说一个组织的军力会比国家强 你要不要笑死人 对还真有 大明帝国的军队 前期打不过日本海盗跟大明海盗勾结的 民乱组织啊 海盗组织 打不过海盗耶 笑死人耶 你还发什么 后撤三十厘海径 后期那个七季光整顿才打得赢耶 那这期间多久了 二三十年四五十年了耶 你才打得赢海盗 搞笑哦 而且话说回来 如果以色列如你说的军力是笑话 那为什么现在被吊打的是哈马斯 以色列是当时情报有问题 他们自己也承认了 是情报工作没做好 跟他武器好不好没有关系 而且你们是搞偷袭耶 你们不是正面硬钢耶 偷换概念啊 所以这一点让我们台湾人也要知道 情报工作非常的重要 你看这一次这个约荡埃及 他们怎么不接受哈马斯控制地区的人民撤侨 为什么同为穆斯林他不接受了 反而是你中国在那边同情 八杆子打不着的耶 你是不是在搞笑 一点基本常识都没有 就学人当网红割韭菜 国际观察你妹 也是啦 在中国非常好割韭菜 撇开事实 只论立场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啊 大学时代当时课堂上在讲台湾与日本关系嘛 那其中谈到什么战役啊 什么条约啊 什么情况下 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注入此类 那我就说家务战争啊 马关条约啊 海战只是其中一环啊 被打最惨的其实是东北跟朝鲜半岛的大侵入战 不仅割让了台棚外 还有辽东半岛 就是欧美国家从中斡旋 让辽东半岛用赔款的方式赎回 结果啊 我们课堂上有名中国留学生 感情受到伤害 中华民族感情受伤了 大声的说 为什么你要讲出来啊 多丢脸 这就是我说的撇开事实只论立场啊 而现在只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胜上整个走毛路线倒车的范快 影片的最后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条影片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大日本帝国 提的时候还得嘻嘻哈哈 根本没有一下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你们记不记得你口里面说的 大日本帝国 是建立在摧残侵略 屠杀了3500万中国同胞的基础上 对于这样的成果 我们怎么能忘 怎么敢忘 我希望你们成为国家 成动良之财 当国之助任 所以在我这个班上 你们可以成绩不好 但我绝不允许我们班出现 从洋内外的人 我希望大家记住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就必须要团结一致 让那些从洋内外 卖国求人的人 无促遁形 毫无深入 无地自容 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这个民族才能被人尊重 民族要被人尊重的情理是 你要尊重别人 这个世界上 在亚洲国家里面 最不尊重的大国 就是你中国 韩国人撤巧 为什么不带你带日本人 而且还说什么从洋内外 你要不要看看你身上 所有的装法 衣服 还有后面这个荧幕板 哪个不是欧美国家发明的 你身上穿的这个衬衫啊 而且非常搞笑 自古以来 S中国人最多的 就是中国自己人 你去看一下白起 成长平之战 你再去看一下太平天国 死了多少人 太平天国死的人 总数都比你这个 所谓的日本清华 还多不小几倍 你们看毛泽东 S了多少人 张献忠S多少人 你们也不在乎啊 扬州十日家定山徒 S了多少人 你们更不在乎 所以按你们的逻辑就是 只要我今天承认我是中国人了 我打中国人 我是没事的 我是不会被钉在历史板上 我甚至还会被 共成这个神像 你们为什么要把张献忠 变成神明 在拜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伴侣 下期见了 拜 闭嘴 贝 好